脸部烫伤案例 2016年10月26日晚约7点30分 初三学生15岁在强行打开主舟的高压锅时 被高压锅里的气体烫伤脸部、颈部 紧急打电话联系山东省志工前来处理 先用温姜汤清洗脸部、涂抹姜泥 用热姜汤与姜粉调制 浮上姜泥约40分钟后几乎没有疼痛感 处理过程中一直用红豆袋温服 10月26日当晚处理情况 10月28日第三天到爱新之家推广站 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点 考虑到脸部用姜泥不方便 改用姜膏、破皮流水的地方用姜粉 10月29日第四天 父母接回家 推广站的志工电话联系处理 10月30日第五天 11月1日第七天 11月3日第九天 11月4日第十天 11月5日第十一天 11月7日第十三天 周一返回学校上学了 11月11日第十七天放学的路上 前后比对 第三天 第十一天 处理心得 一、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好这个烫伤案例 源自于我对原始点的笃定 因本人在2016年9月6日被汽车水箱热水烫伤手臂 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前后12天恢复正常 这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二、这次处理过程中 由于脸部、颈部较多水泡 前两天早晚敷姜泥两次 清除换处的干姜泥时 用温姜汤打湿后清理干净 第三天 改用姜膏涂抹 三、重点 用内外热圆 头部、颈部原始点部位 用头套贴暖暖包 24小时温敷 用红外线全身温敷 由于天气转凉 用空调取暖 让周围环境温暖舒适 四、内热圆 由于喝不下浓姜汤 改用淡姜汤 与服用姜碗 每日服用姜碗 约30至40克 五、交代女孩妈妈 处理期间杜绝一切寒凉饮食 尽量不外出 换处不得碰水 可以用温姜汤擦洗 六、由于被父母接回家 距离推广站较远 每天拍一张照片 传回推广站 根据恢复情况 合理使用姜汤、姜粉、姜碗的用量 整个处理过程17天 几乎全部恢复 而且没有留下疤痕 感恩山东省志工的协助 感恩传播原始点的所有志工老师 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 并无私地奉献给全人类